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大家看了我做腸粉 有腸粉吃, 怎可以沒有粥呢? 等於我有炒粉, 一定有粥吃 既然玩開, 就玩玩吧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些甚麼呢? 就是分享這個 艇仔粥, 好嗎? 首先, 艇仔粥 我都不知道到底怎樣為之正中 其實香港, 我之前說的腸粉也是 自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 就開始廣州的食肆 就走爛下來香港 然後到五十年代又分到揚鑣 所以其實一說到艇仔粥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為之正中 如果按照艇仔粥原始的說法 當年荔灣有很多河湧 那裡有很多艇仔 也在那邊接近西關 所以有很多艇仔營業 做食屎生意 其中一個很有名的就是艇仔粥 如果你說艇仔粥的材料的話 其實各個地方都不同 如果要說回最原始的做法 其實它有火鴨絲 有玩魚片 有魷魚 有豬皮 有肉絲 但是慢慢 隨著時間的變遷來到香港 到後來六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食粥也都在香港的早餐來說 是非常流行的 但是下來香港 我先說到五十年代 大家分道揚鑣 開始有不同 香港這個艇仔粥 基於成本的考慮 我記得當時八十年代 食碗粥也是很便宜的 幾元的雞 就算到現在 食碗艇仔粥也是二十多元的 那你怎麼可能會 想到它會給火鴨絲 或者其他高級材料呢 所以香港這裏 如果你說香港這一派的艇仔粥 就多數都是有碎牛 魷魚絲 這個是豬皮 然後它就不會給玩魚片 就給魚蛋絲 就是炸魚蛋 我現在給大家看到 其實說到最後 艇仔粥 不要說它正不正宗 反正就是有魷魚 有豬皮 有魚片 有肉絲 然後之後 都可以叫做 都可以叫做是艇仔粥的 其實說到最後就是 亂來 當然 你說 你喜歡吃什麼 加什麼都可以 不過你說要說正宗 多數都一定是有火鴨絲的 那就說了那麼多廢話 說了一些歷史變故 今天我做這個艇仔粥 也非常簡單 我不可能做到狗大鬼 做到人家最原始 這麼講究 但是基本上都可以有一個 艇仔粥的做法出來 它的吃法 大家看看 合不合用 合用的就跟著一起做 第一 因為我早就知道我要煲粥了 所以呢 我就浸米浸了一整天 浸了米之後呢 我們呢 首先呢 就把米清一清 將那些水 即是浸米的水 倒了它 然後 稍微再沖一沖 再隔一隔水 那為什麼要浸米呢 浸米呢 浸米其實浸了之後呢 它煲出來的粥就會綿一些 大家看到這個二結鑊 我專門用來煲粥的 沒有那麼容易空底 OK 那麼 我首先呢 就做了這個 然後呢 我現在呢 就用家廚的方式 就可以呢 是給大家呢 就看到呢 即是那個基本的製作程序 第一時間當然是煲粥先 這樣就可以大幅度地 壓縮我們製作的時間 那麼 這個米呢 倒了下去 這裡呢 那個米呢 和米水的比例 大概是2.5升水呢 就配這個是 一麥半 即是那些 筆米那些 一殼半 這些米殼 一殼半 那就差不多了 那個粥的比例 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放了米之後呢 我們就做其他東西了 那麼 給幾片薑片 跟著完之後呢 要浸一塊 浸些陳皮 OK 浸些陳皮 那我們就放下去 一起了 那麼大家還記不記得 煲粥怎樣可以 令到這粥呢 更加滑 還有呢 就是沒有 這個是 那麼酸 大家記不記得 啊 沒錯了 就是這個 落這個皮蛋 那麼我除了薑 這個是陳皮之外呢 那麼我就要放一匙鹽下去 啊 你想那些粥呢 綿滑些呢 這個時候呢 就一定要放鹽的 啊 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就放些油下去 那麼你有了這兩樣東西之後呢 油和鹽 那麼那些粥呢 煲出來呢 就會是相對啊 就會比較是綿滑的 那麼 如果這個時候呢 我們全程大火呢 煲這個粥呢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就有得吃的了 那麼呢 這裡我先煲先啦 跟著完之後呢 我煲粥的時候 我就處理其他東西了 啊 那我先呢 就做了這個是 皮蛋先啦 那我現在呢 可能呢 會有些人呢 就會問 就是會說 喂 你不是準備好了先的嗎 我希望呢 整個過程呢 裏面做過些什麼呢 就給大家看一下 那麼呢 大家呢 就可以恩准 原來呢 我們呢 那個時間管理呢 就是可以這樣做的 那那 那 今天呢 既然我是 弄這個火鴨絲啦 那我 我其實有想過幾個方案的 那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弄這個艇仔粥啊 sorry啊 那我想過幾個方案的 這次呢 我就用這個火鴨 就是用這個燒鴨來做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其實呢 這個艇仔粥呢 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一個 生菌粥裡面的其中一種 那 那 如果說到生菌粥 我們當然要做這個有味粥 那我考慮的呢 就是之前好像我 之前都做過一次 就是拿那個鹹豬骨 作為這個有味粥的粥底 那個底味 那但是我又想到 這樣呢 就會很麻煩的 那於是最後呢 既然呢 即是其中 原始的這個艇仔粥呢 是有這個火鴨絲的話 那我不如呢 我就買 四分一隻燒鴨回來呢 就作為這個粥底啊 那我現在呢 就未放那些 火鴨那些 背上去的 啊 未放那些火鴨骨 那我現在呢 我就先是 那我先做了 啊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 洗乾淨它啊 跟著之後呢 就將這個皮蛋呢 就切 細蟹 那那其實放 那麼大煲粥呢 放一隻就夠了 不過我又想吃多些皮蛋啊 那所以呢 就 我將這個皮蛋呢 就放 放多一倍下去啊 就用兩隻 那這個時候呢 就放了這個皮蛋下去了 那基本上呢 這個粥底就不用理會它了 那我現在呢 就去做其他東西了 OK 那我先頭說 就說 這個是 這個 艇仔粥啊 啊 那主要就是 它會有這個火鴨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是 準備了呢 就是四分一隻鴨 那給大家看一下 那四分一隻鴨啊 買回來 就叫它呢 就不用 就是 不用什麼的了 不用 幫你斬 就這樣 四分一隻鴨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開始呢 就是 和它做那個 拆骨 那其實拆骨呢 就很簡單的 你把它斬開一件 跟著之後呢 那這個鴨 就直接拆下去 那這個也是沒有什麼肉的 那我就是刮了它的 那些小小肉出來 這個又 又拋下去 那 跟著之後呢 這裡呢 我們呢 就 將那些肉 呢 起了它 那 就小心一下 它有那些 胸骨呢 會是黏住的 那大家又要小心一點 好了 那我 扯回那些層皮出來 那 跟著之後 我現在呢 我現在呢 我現在就剩下 低這些這樣的火核絲 那我現在呢 我就要換一把刀 剛剛我現在用緊斬的就是骨刀來的 那我們呢 通常如果對 入廚有少少要求呢 就骨刀和片刀呢 就要分得很清楚 千萬不要懶了 那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切這個火核絲 那 那 除了這些之外呢 那 這個 那個 那個魚片就拿起它 跟著之後呢 那些豬皮呢 和那些魷魚呢 就要啤水的 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 就是它那個 比較大 大股味啊 那 其實你要做一個艇仔粥呢 就是你 煮粥的話 起碼要半個小時 是不是 那所以呢 我們呢 這個期間呢 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那 可以的話 那 那就開始滾了 滾的時候呢 我們要拿起個 拿起個 鍋蓋啊 如果不是就會滾死啊 那 就任由它 這個時候 開始滾的時候呢 我們呢 就計時三十分鐘 不用理會它了 基本上 那就間不中望它 攪一下它 讓它不要黏底 雖然 雖然是易結鑊 但是都會黏底的 然後呢 這個呢 那個胸肉很厚的嘛 那我們呢 就 片薄它 這樣 這樣 那我們呢 做出來呢 那個火鴨絲呢 就會是相對 就會比較 是 幼身一點點 那 那就小心 它都還有 還有小小骨 是黏住啊 那麼就盡量呢 就切幼少少 那 那麼大家看到呢 我今天 現在鏡頭所見呢 就主要有 四種材料 那 其實呢 我雪櫃裡面呢 還有另一種材料 就是什麼呢 醃好了的牛肉 啊 那我現在切完了 啊 就這樣了 OK 跟著之後呢 我現在呢 就進一步啊 去處理其他材料 那其實呢 這個艇仔粥呢 嗯 總之呢 你煮了那半個小時之內呢 你呢 你一定做得到的 那些材料啊 那我要洗一洗它 去洗一洗它 這樣就乾淨一點 那現在呢 那我們呢 就進一步去處理 這個魷魚絲啊 我要拿一個 這些呢 就可以 漏水啊 那首先將那個 那個 發水魷魚啊 這些發水魷魚啊 將它呢 那些 髒東西呢 我們先是 處理了它先啊 那它呢 它呢 就裡面有層膜的 那我們都要刮走了它 那我希望呢 那我希望呢 就不要妨礙著那些觀眾啊 那這些魷魚絲呢 我們呢 就是切絲啦 那 那我 太過師傅啊 太過厲害啊 那那 那這些魷魚絲 切不斷啊 那大家要小心點 那 因為它都 啊 挺有此理 你說 切不斷啊 哦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呢 有層膜啊 所以我就切不斷了 我就要撕走這層膜 那這樣就 切這個魷魚絲啦 那大家見到呢 我切這個魷魚絲呢 都切得挺幼的 是的 不要切得太粗啊 其實呢 我這裡的材料呢 可以做很多很多碗出來的啦 不過呢 就我們自己家裡吃的話呢 那個材料呢 就 就是可以豐富一些 就是我講的那個碼頭啊 那個碼啊 就可以 是 整豐富一些 整多一些 那但是 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出去捉店吃的話呢 就很少的 那我這裡呢 我這裡 先後切不斷 就是因為這層膜啊 那因為呢 這個呢 煲呢 我就是有那個鍋套嘛 有那個爐套嘛 所以呢 那個火呢 可以關小一點 就不用那麼大 啊 好了 那如果是捉店的話呢 這些魷魚絲呢 就 他們呢 就 隨便給幾條鯉就算的啦 那但是如果我們自己家裡的話 我整個堆拿下去呢 大家說是不是 不用跟它客氣啊 那那還有呢 切這個 這個 魷魚絲呢 我們呢 就要是 切得它比較幼啊 不要那麼粗啊 那也是 那個 那個膜的 經常都黏住 切不 切不快啊 那現在我反轉它 就切快點了 那 記住啊 想快的話呢 我們提刀呢 就不要提到那麼高啊 啊 如果不是的話呢 提到 即是提到那把刀呢 提得太高的話呢 那就容易切親手啊 好 那那就是魷魚絲 搞定了 跟著 啊 還有這個 那個尾啊 那個旗啊 那其實呢 我們家廚來計呢 啊 啊 就不可以完全去跟足那個 就是跟足那個 主要廚廚的做法 啊 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們就會很浪費時間的了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所有的事情就是 等它這個 就是 用這個粥 煮粥的時間去 蓋我做的那些材料啊 啊 這個時候呢 因為它開始的那些水呢 就沒有什麼了 那我要攪一攪它 我怕它等一下黏底啊 啊 這個時候呢 我又加一些水 啊 如果你想它煮粥麵的話 中間呢 其實是有 有需要加一至兩次水的 這樣呢 其實我之前都解釋過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現在開大火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呢 中間呢 其實呢 就代替了有 高溫去浸那些米的效果啊 就可以令到它呢 就會更加綿的 OK 那我現在呢 啊 啊 先是割了它 細塊的 豬皮呢 大概一寸半左右 一寸到一寸半左右 啊 啊 那啊 我怕著那些豬皮 放得久呢 就不新鮮 那所以呢 我又開大水去 去浸一浸它啊 那這些是基本的 食安的這個 啊 就是 的 的 的 習慣來的 因為我見到那些水呢 都比較 熟的 那我又怕著呢 會不會有些其他東西呢 不乾淨的東西呢 這樣 好了 那我摸上去都很爽啊 啊 啊 跟著之後呢 我們 切豬皮啊 啊 豬皮也是的 啊 我們做粥呢 那個豬皮呢 就會是 做到它很幼啊 啊 啊 其實呢 其實呢 我現在呢 買回來的份量呢 就已經超多了 超過了我需要的份量 啊 啊 十字模 可以做兩餐都可以 那 那要切的那些豬皮呢 要切到這麼幼的 大家看一下 要切到這麼幼的 那 那為避免呢 我會切到自己的手呢 那有時候呢 那把刀呢 就小小啊 那刀尖的部分呢 就向外 向外飄啊 就是向外擺啊 那變了呢 亦都是進一步去減低呢 就說切根自己手的可能性 那大家可以見到呢 我這個是煮這個粥底呢 那個時間呢 就足夠cover呢 就說我這個是 做這個原材料啊 準備這個材料的 這個功夫的時間啊 那這個也是我們家廚呢 必須要面對 還有呢 是需要去思考啊 去處理的一個問題啊 那最後一塊 那大家不要介意啊 因為我現在呢 是側身的 那所以呢 因為呢 我為了就自己呢 切得快些呢 所以呢 有一點點會擋了鏡頭 也都不用 就是大家不要介意啊 啊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把那些水 它有很多水的 吸牛魚和這個豬皮啊 那我們呢 就把這個水呢 就盡量拿乾它 那一來呢 就可以吃起來好吃些啊 二來呢 就是可以放得長些啦 因為它一旦呢 有那些水啊 太多在這裏 積在這裏的時候呢 就有機會會滋生細菌的啊 好 那我又搞定了一樣啊 跟著之後 又洗洗個砧板先啊 那有時候有些 見到有些不乾淨的東西 就刮一刮它吧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個時間碼 其實要準備這些東西呢 因為全部都是 基本上都是 就是 現成的東西 好啦 這個魚片呢 其實呢 就半條 我覺得都夠的了 不過我就 買得多啊 那魚片 就是這些炸魚片 設施呢 其實我們香港的 竹餅呢 就很喜歡用的 那呢 就可能呢 會被廣州的那些師傅呢 就笑的 因為廣州那邊呢 他就會用 玩魚片啊 不過呢 就 就是 怎麼說呢 都 各處鄉村各處例啦 跟著之後呢 我就把魚片斜切 那其實呢 艇仔粥呢 就除了說是魚片啦 魷魚啦 土油啦 發水土油啦 發水土油啦 這個是 就是 這個它滾回呢 我又關小小小火啊 不用那麼大火的 除了是發水魷魚呀 豬皮呀 魚片呀 那其實呢 就有牛肉啦 有肉絲啦 甚至毛呢 就可以用這個豬虹啊 那所以 為什麼我先說 其實呢 艇仔粥來講呢 它之所以叫做艇仔粥 其實它的原本那個意思呢 就是因為它的艇仔 就是在泥灣那裡啊 那些河湧那裡呢 就做生意啊 在那個艇仔上面呢 就煮粥啊 所以叫做艇仔粥 但實質上呢 其實艇仔粥這家東西呢 就 你好像當它火鍋 這樣就可以了 你喜歡放什麼料都可以的 你高級一點 放鮑片都可以的喔 就是 鮑魚絲都可以的喔 沒有問題啊 跟著之後呢 我們這些魚片呢 就 切幼條 先切片 跟著之後切幼條 那這樣呢 如果給 給我老闆 以前的老闆看到呢 就一定罵死我了 切到這麼粗 其實呢 就可以切得很幼的 再幼一點啊 那這個是 用這個炸魚片的絲 作為這個艇仔粥呢 亦都是香港 即是 在地化啦 一個 一個 表表者啊 那廣州就不會用魚片的了 廣州啊 近水流台 喂 當然是用鯇魚啦 淡水河鮮啦 對不對呢 那我呢 就切一半絲啊 那另外一半我來 平時拿來煮麵吃 基本上搞定啦 那 火俠絲 猶豫絲 這個是 呃 呃 豬皮絲 啊 這個魚片絲 OK 那就是這樣了 那呢 等一下呢 我會煮的時候 真的煮的時候呢 就會再加上這個 加上這個 牛肉下去 啊 那再說一次了啊 艇仔粥 其實呢 就沒有特定的形式的 正式的艇仔粥呢 其實就是 什麼都可以 放下去啊 啊 主要呢 艇仔粥之所以叫艇仔粥呢 是因為呢 他當年在荔灣 在艇仔上面 去賣 做買賣的 那現在 那些米呢 開始爆發了 只是去了15分鐘而已 大家看一下 那還有15分鐘左右啊 那現在呢 我就不用理它了 那我等它好了之後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了 然後呢 就做一個 生滾粥 OK 那現在大家看到呢 我做這裏 加上說明各樣 都是20分鐘左右而已嘛 是不是 其實做艇仔粥呢 我覺得是 比做皮蛋獸肉粥的 因為皮蛋獸肉粥 你還要醃肉 有時間搞啊 你要醃好之後 你還要等的嘛 但是這些這樣的東西 這些呢 全部都外賣回來的 是不是很快手啊 是不是 OK 好 那待會見啦 好啦 大家 鐘響了 30分鐘過了 多麼他條 其實呢 整個艇仔粥 沒有大家想的 那麼繁複 那我現在先關火 先 關火 大家看到 我最後是不是 用鑊蓋蓋 蓋著它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粥呢 越來越稠 它會彈到周圍 也就是啊 那這個呢 最後幾分鐘呢 就用 關火 用鑊蓋 蓋著它 那 大家看看 這些粥 是不是很綿啊 已經 那之前呢 我做粥的時候 就有個口行友 就說 哇 你這些叫做綿啊 不是吧 喂 大哥 你還想怎樣 如果你想吃到外面粥店那些呢 像是維寧所說的呢 維寧呢 我就經常看它 看了幾十年了 那它呢 最不滿意的那些呢 就是那些粥店 那些粥啊 它叫它做糊仔粥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除了是米之外呢 它會加這個 是尖米粉下去的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可以稠一點嘛 那些 它就叫它做糊仔粥啊 然後後來因為基於成本各樣的考慮呢 那些那個粥米粉的比例越來越大 於是乎 維寧寫過很多篇文章 就是罵這個糊仔粥 我本人呢 不喜歡吃糊仔粥的 好啦 這時候呢 我們粥煲好了 粥底煲好了 那便我們便將 那些鴨骨 鴨頭鴨骨 都將蠔出來 那些鴨頭鴨頭 如果它還有肉 的話 那些其實很好算的 這些都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之後我就要調味 這些可以用果皮 陳皮 那些不用吃的就可以拿出來 基本上就抄襲了 薑片就有了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那些粥 大家看到嗎? 其實已經很綿 接著我們先試一下味道 接著就去 再做這個 調味 現在不夠鹹 但已經有味 如果大家想吃得健康些 所謂的健康些 其實現在這個粥 粥底就已經夠味了 接著我們就 開火 收氣線 接著就放大約 半斤鹽到一斤鹽 這裡就足足有超過兩升的粥底 接著有一點雞粉 接著就放輕輕少少的糖 接著就攪勻它 這個粥底就夠了 因為我放了皮蛋下去煮 還有呢 本身這個燒鴨骨也有色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粥 就相對有少少顏色 不要緊的 沒事的 好 我現在攪勻了之後 我先試一下 好了 現在這個粥夠味了 就可以關火了 等一下我們去生滾粥 即是放這些材料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調味了 現在我煮這個 就叫做有味粥 很多粥檔 就有分的 這個就是有味粥 還有就是白粥 明火白粥 就是兩件事來的 不要緊的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好了 現在我做好之後 我隨時就拿著小鍋 或者拿著小鍋 然後就逐個訂單 逐碗去煮 這個就是生滾粥 OK 如果大家喜歡吃生滾粥的話 也可以跟著我這個方法去做 不錯的 好嗎 下一個鏡頭 我們正式進入生滾粥的階段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待會見 在跟大家見之前 就介紹一下 除了是有蔥花 我們吃粥很簡單 生滾粥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材料 就是薑絲 現在我切了薑絲 切了薑絲 然後用一點水浸著它 為什麼要用水浸著它 就是讓它不要氧化 以及減低它的新辣味 因為這些薑絲我直接就這樣墊底去吃 如果直接切完之後馬上吃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很辣 為了要減低它的新辣味 我們就加一點水浸著它 以及可以保養 可以放久一點 OK 行不行 好了 待會見 我們正式去煮粥 煮生滾粥 待會見 好了 我又煮好粥底 做了所有的東西 我現在就開始製作這個 製作這個 艇仔粥 這一次 我都說了 有人用豬肉的 也有人用牛肉 碎牛 我這一次 我做腸粉 做多了牛肉 我就用這個牛肉來做 其實這個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做法 只要你做好粥底之後 基本上其實艇仔粥是一個大集會 OK 記住 不要以為艇仔粥有什麼特定材料 不是的 香港是香港的做法 廣州是廣州的做法 以前荔灣 所謂的荔灣艇仔粥 就是這樣 以為荔灣 艇仔粥也是他們的做法 OK 最開始的艇仔粥 其實就比較上富貴 因為它接近西關 很多人去宵夜 就吃這些粥 OK 其實不用燒鑊的 說真的 接著之後 我們準備好這個粥底 我這一次 就一次過做兩碗 我們自己家人吃 就沒什麼所謂的 不好意思 這個粥底 大家看到也挺稠的 這個粥底 可以加一點點水 去混合 它 我這次就一次過做兩個 混合一點點水 就可以了 生水也沒什麼所謂的 OK 我用這一隻殼 方便些 這個 這個 補回熱它 這個煮熱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進行這邊的操作了 這樣 正式的生滾粥 其實就要是 放薑絲 然後 然後 就少少的油 油 油 就可以用生油 熟油 都沒有問題 如果是觸檔的話 這個時候 它就會將那些 即是將那些 魚片絲 那些 那些材料 就放下去 但是呢 我這次 我們自己做的話 我們就下去煮一煮它 那我們首先 就要煮滾了 煮滾這個粥先 那這個粥呢 我們一定程度上 我們要有這樣的 呃 濃潔度 即是不要太過濃 那 我們才可以煮得起 那我這次呢 我就一次過煮兩個粥 那所以呢 就時間久一點 再加上我加了些凍水下去 那我們呢 通常呢 就是 不想它黏底 那 大家見到呢 我就順時針方向 那 這樣去撩它 那現在滾了 滾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是 下了這個 牛肉 那自己吃的 可以放多些 其實都可以的 沒什麼所謂啊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要放這個 火俠絲 自己吃的 放多些 沒所謂 好啦 跟著之後呢 就逐次了 那 魚扁絲 跟著之後 啊 這個 魷魚絲 豬皮絲 然後呢 我們也是 順時針方向去攪拌它 因為為什麼呢 那些牛肉呢 就不要攪拌它 如果不是呢 那些粉呢 就會脫掉出來的 那這個呢 相對 我們自己吃的 那個結度呢 就比較高一點 這些全部都是米來的 OK 那這個呢 然後呢 跟著之後呢 我們 有 這個 艇仔粥的話 當然是有 花生啦 大家看一下 這個自己炸的花生 自己炒的花生 漂亮嗎 想不想看 怎樣炒花生 我有沒有 和大家分享過炒花生 我忘記了 那現在呢 因為有牛肉生 那所以呢 我們稍微 弄久一點點 OK 差不多了 好 好 那這些都是習慣來的 大家見到呢 剛剛好 這個粥啊 剛剛好呢 就是有 兩個的份量 那現在煮完了 當然是 這個 大家等一下 因為地方淺窄 所以呢 就 這個呢 就是得益於我平時 即是多煮的 其實呢 那個碗 到底有幾多啊 那基本上呢 就是 可以 很容易呢 就預計到 跟著之後 蔥 跟著之後 花生碎 去吧 那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啊 啊 啊 可能甚至 有些人呢 就會在那裡 飛我啊 就說 我就在那裡 放棄 啊 真的有個 有個觀眾是這樣說啊 那我不管他啊 那 那 煮這些生滾粥呢 大家要有些 注意的地方啦 首先我再強調一次 艇仔粥呢 就沒有固定的 一定說 非此即彼的材料的 那如果你說要真的去回 以前一百年前的 泥灣艇仔粥呢 他們就一定有這個 是 是 火鴨師啦 或者是 火鴨師啦 跟著之後呢 有這個 土偶師啦 其實呢 大家知不知道 是真正的 艇仔粥啊 我先留多次強調呢 以前是因為 太過接近西關 所以 在泥灣那邊呢 那個宵夜呢 是非常之 蓬勃的 就是那個市道 既然多有錢人 你知不知道 真正的 艇仔粥有些什麼呢 有鮑魚 有這個 魚肚 有這個 玩魚片 有燒鴨 燒鵝 那 現在呢 新變化出來 就算 現在你說 喂 我跟回正宗的 最多都有這個 火鴨師的 就已經沒有鮑魚師這回事啦 沒有這個 魚肚這回事啦 那於是乎 就變成了什麼呢 就是這個 土有師 這個水有師 還有這個 豬皮師 就是這樣來的 你說 現在有誰正宗啊 喂 就好像揚州炒飯那樣 喂 你幾百元一碟飯 都是揚州炒飯 幾十元一碟飯 都是揚州炒飯 就是 你的材料 豐富與否呢 就跟你是不是正宗 就沒有關係的 OK 行不行 好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這個竹 其實就不難做的 首先就是 我們要煮好竹底 大家看到 這一次 我是利用這個火鴨 就是 你買四分一的燒鴨而已 你喜歡吃多些肉 肉嫩一點的 就下裝 如果你喜歡吃肉 多些咬口的 就要上裝 OK 行不行 沒有所謂的 四分一隻已經足夠 你一個 家人吃 以及我們要煮這個 有味竹 這個所謂的 叫做 是 味竹 行不行 其實 竹店就有分 白竹 和有味竹 有味竹 一般來說 就不會像我那樣奢侈 拿骨頭去煮的 它一般都是較咸 這樣就為之有味竹 但是我們家裡就可以 要不像我上一次 煮的海鮮竹 大家還記不記得海鮮竹 海鮮水蟹竹 那個竹 我就拿了咸排骨來煮這個竹底 油鮮 味精都不用下 要不像我現在這樣 利用 我拆了火鴨絲出來之後 利用火鴨的骨 去煮這個竹底 行不行 OK 那就有兩個方法 一定要先煮這個有味竹底 在這個過程裡 我們要先把所有的味 都調整好 行不行 然後我們煮生滚竹的時候 完全是不需要 是不需要再加任何的調味 行不行 好了 接著之後 在我們煮竹底的期間 就開始做我們的材料 大家才能看到 我完全是不費吹呼之力 我只是用了十幾分鐘的時間 已經完全所有的材料都避好了 就是這樣 另外 除了是你喜歡吃 水有絲 豬皮絲 或者你 我這次 我就用魚片絲 但是如果大家 有要求 是想吃的 其實可以用脆肉丸 也行 普通的丸魚片 也可以 OK 行不行 另外 就是 可以拌一些牛肉 或者是 做一些鹹豬肉片 也可以 沒問題的 一起加進去 吃這個艇仔粥 一定要有炸花生 炸花生可以買 也可以像我這樣 自己炸 自己炒 可以嗎 OK 接著之後 煮熟之後 我們的碗底要放些薑絲 放些生油 這個生滾粥是一定要的 為什麼呢 薑是可以健胃 油是可以令到粥底更加滑 OK 是不是很簡單呢 是啊 試一下吧 這個粥 這個粥 除了你要不斷執碼 或者是 你要花多 輕輕少少時間 去處理這個材料之外 其實你和這個 皮蛋獸號粥 技術難度相差不遠 好嗎 試一下吧 這個艇仔粥 送腸粉 正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